有一家三口连同一个徒人 5月在太古城被警方票控 只违反8人限聚令 事主提交抗辩讯 解释者刚刚在现场 而且不够8个人获前辈限聚令罚款 陈智英同事主谈过 搞错,我们走出去买母亲节礼物 我就问他,我们三个人 怎么买回限聚令 5月10日母亲节 他们一家三口在太古城中心行街 连同这个不识的男人 四个人被警方票控 违反8人限聚令 位位2千元 事隔4个月 这里就是当日我和太太和我儿子 被警察检控 初头是觉得受困扰的 晚上睡不着 有想过真的交钱的 但心里觉得我接受不了 因为我都没做错事 就好像鼓励了警察 他们在东区区议员赵家言的协助下 5月底向警方提交抗辩信 信上面写了两个理由 只是刚好在现场 人数不够8个人 到8月底警方回信说 仔细复合证据 案件的各种情况 和抗辩理据之后 决定撤回限聚令告票 是8个人 但是他当时被票控是4个人 那你怎么可能构成违反限聚令 为捉人而捉人 威嚇市民大众 限制应有的权利和自由 吴先生用4个月时间 得到松一口气的答案 但赵家言说 据他了解 有市民怕麻烦 而选择了交罚款 无端端被人冤枉 特别这个冤枉 应该是守护社会公义的警察 提出来的时候 觉得有种的冤枉在这里 警察挑衷 不代表他们真的有那种证据 作为市民都要来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有线烈士记者陈志荣报导 截至9月6日 执法部门就限聚令 发出3481章 罚款通知书 已经缴交罚款人数是2330人 至于有多少宗 撤回限聚令罚款 警方和食卫局暂时没有提供